接下來黃國昌委員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有個事情喔 我覺得非常的困惑 剛剛質詢的時候時間不過沒有問到 這個條文不是2015年1月才休嗎 沒有沒有 我說167條之二 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條文 去年是不是有修過 沒有啦 我知道啦 就不是修這個部分嘛 但是這個條文去年是不是有修過 所以這個條文去年有修過嗎 沒有啦 我的問題很簡單嘛 這個問題去年1月是不是有修過嗎 主秘書保險法其他條文有修過 但是沒有修過這一條 到167條之二 在去年的時候沒有修過 沒有 主秘書沒有 如果有關係我等一下把資料拿來 我們再繼續討論啦 就是 就下線的部分 往下調 去滿足各種多的太陽 我基本上是贊成 就上線的部分 要把它往下降 我不贊成 連理由 剛剛很多委員都已經指教過了 請江武川委員 謝謝 不好意思 主席這邊 謝謝 我有兩個點要提出 第一個 這條文當中的限期改正 具體是什麼 因為原本你處罰60萬 因為是貨嘛 那表示本來我們金管會 我們在保險法當中 我原意是要你限期改正 你不改正不改正不改正 我才有60萬開始給你處罰 應該原意是這樣 並不是說 貨嘛 我知道 所以你一定是先給他限期改正 那你限 我知道 我知道是貨啦 難道你們有案例 不給他限期改正 就直接給他開罰60萬以上 同時有嘛 但是我現在講就是說 沒有給限期改正的這個期間 然後就直接開罰60萬 那表示情節 情節重大 所以第一個我問的是 到底你限期改正的這個 你的具體內容具體措施是什麼 這我第一個問題 等一下你再說明沒關係 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罰環 你上線下線 總是有一個標準的依據 你是參佐什麼 如果期貨交易法裡面 有關於 九七條之一 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 他也是講啊 期貨交易所啊 期貨結算機構 期貨業啊 要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他的處罰是12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 那你今天 當時的60萬到300萬 為什麼會這樣訂 一定有依據嘛 不可能聽說 這個平白然後就去訂這樣金額 當時為什麼60到300 那你現在調 你要修成10萬到50萬 那後面這個 後面是也是一樣嘛 也是10萬到50萬 那你10萬到50萬你的基準點 或是你的參佐的情況就是什麼 總不是說這裡畫畫的嘛 是不是可以告訴你的 你的具體依據 或是參佐 或是什麼規定 以上謝謝 謝謝 我現在喔 上立法院 的法規嚴格 整個修正的系統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是不是167條之二 167條之二 在民國104年 1月22號有修正 為什麼剛剛跟我說沒有 我剛剛 我剛剛不是問2015年 這個案子是不是有修 全部跟我說沒有 我們這個有錄音紀錄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到時候 事後錄音再調出來講 當立法委員在問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們連基礎的事實 你們連基礎的事實 都敢隨便亂講 沒有關係啊 現在確認了 這個法律去年有修過 對不對 好 去年修的時候 請管會 如果對於這個法規的適用 有這樣子的看法 去年為什麼不提 去年為什麼不提 我來講啊 就我去提案人 因為有時候修的時候是 當時是配合銀行 那個那個 社銀行部嘛 那因為當時 沒有人反應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這個提案是 今年2月間呢 我跟羅委員 類型的保代保經的會員大會 那會員大會 他說現在的60萬到300萬 太高了 所以這樣才提出來的 這個也不是 也不是這個 80級主動提案 我來補充一下 他這個情況是這樣子 就是壽險公司 譬如說大間的 他的股本 可能是1000億 大間的 譬如南山 1000多億 當然國泰更大 結果這些比較 中小企業的 保金保代公司 他可能他的股本是 300萬 500萬 結果 在兩個不同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所受用的 的這個 處罰的條例啊 就是 兩個都是那麼大 所以事實上是 很不對等的啦 1000億的公司被罰個 60萬300萬 他不痛不癢 可是我現在講的就是 小間的齁 因為這個從業人 大概38萬人 人很多啊 小間的啊 一罰啊 哇 可能就是 他300萬 你罰他300萬 他就全部投降了 公司可能就倒掉了 或者是說 300萬的公司 他一次罰 可能就是60萬 60萬 一次可能罰兩次 齁 再連續再罰 他可能齁 齁 無心也罰到命了 所以 明顯的齁 對他們公司的經營 很傷 而且齁 做了 感覺齁 很辛苦的經營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有那麼多人在談 所以我們才提的這個看法 希望大家來了解 來討論一下 第一個 我先就那個程序說明一下 那個 因為黃國昌委員 剛才提的是有道理的 他說他特別只是 在程序 在問剛才 167條 之二去年有沒有修過 事實上是有修過了 這是第一個 那所以 主密當時 他是一下沒聽清楚 他以為說是這個議題沒有討論過 那這個議題沒有討論過 那當時的修正是為了配合銀行 另外一個議題 銀行社保險部門的事情 設 那這個連動進行修正 那所以他可能一下誤解 這個議題沒有討論過 我把它做了說明 那這是兩回事 第一個 這個條文有修正過 但是 是這個議題是新的議題 那以上做個說明這樣子 那第二個 好 對不起 黃國昌委員繼續講 好了 好 謝謝 剛剛那個 羅委員講的那個狀況 就實質的道理來講 我完全了解 我也贊成 這是為什麼我這麼介意 去年在處理這個條文的時候 警管會為什麼沒有表示任何的意見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個法條的嚴格 在2011年的時候 有修正過一次 2011年修正的時候 我把修正的理由念給大家聽 另外對於保險代理人 經紀人或公正人 違反管理規則 及處理 那個時候是90萬以上 450萬以下 有失衡評 所以把它調成60萬以上 300萬元以下 這是2011年的時候 在修正這個條文的時候 已經把罰則做了斟酌了 那經過了這幾年的實踐以後 現在我在質疑的 並不是質疑這個法律條文修正的正確性 我現在在質疑的是 金管會 去年在動這個條文的時候 經過這幾年的實踐 為什麼在去年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修正意見給提出來 那到這個修法以前 有多少保險經紀人 譬如說剛剛盧委員所講的 第一線的工作人員薪水沒多少 一下就被罰了這麼重 那到底有多少這樣子的案子 現在我在處理的齁 是我們整個在法規制定的程序上的時候 有些法律你本來到一個時間點 如果不合理你該改就改 那怎麼會在那個時間點不改 然後現在突然說要改 當然我還是肯定曾委員提這個案子 他的用心良苦 那你說要讓主管機關的裁量權限 可以更擴大一點 然後最低線不要一下拉那麼高 可以符合一些滿足 那個比較小的 這個方向我贊成 那不過我還是覺得我們在討論這些法條的時候 整個立法嚴格的時候 你還是要弄清楚 主管機關你們在做報告的時候 那這些背景你要說明得很清楚 你們當初的考慮是什麼 為什麼當初媒體你現在又贊成 這樣子可能委員在審這些法案的時候 才能夠有比較清楚的基準 我非常謝謝黃委員非常認真 其實這一條過去修過幾次 86年10月29號的時候 原始是30萬到150萬 那90年的時候提高了三倍 90萬到450萬 那100年的時候又把它降下來 降60到300萬 所以簡單講這90年的時候 一下提高了三倍 因為最早是86年是30萬到150萬 那90年的時候一下提高三倍 提太多了啦 那100年之後降到60萬 結果降一倍下來 所以我覺得原始立法是有道理 是30萬到150萬 原始最舊的條文是有道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適度的調整 剛剛講其實比如說 受險公司像柏泰最大 總資產7到6 他的員工 員工5萬3千多人 那就保泰保金 有時候是一個兩個人 那總資產可能是一百萬兩百萬 適用相同的法則真的沒有道理 謝謝 我也說明一下 有關於這個 我是贊成 下線要修上線要修 我的理由是如下 這是集資廣義大家參考